据美国农业部的消息 今年全球产出的粮食 并不能填饱全球所有人的肚子 也就是说注定会有人被极有困扰 更让人担心的是明年春天青黄不结时 大概率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粮食短缺 对于我国的年轻人来说 粮食危机这四个字是遥远又陌生的词汇 很少有哪位青年体会过饥饿的滋味 青年甚至好奇树皮和草根的味道 想知道红薯某某好吃不好吃 据父辈所说 他们小时候因为红薯吃太多 所以患上了胃病 以至于医院里坐着一排又一排的孩子 2020年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 粮食危机的话题一度冲上热搜 今年乌克兰的战火又犹如重锤 砸在了全球粮食供应链上 在这2022年夏天 各国卖黄即将开联 等该是普天同庆的盛况 可隔壁的大粮仓印度 却在突然宣布禁止小麦出口 再次把粮食危机的话题推上风口浪尖 而这个时候 英国媒体却突然主动报道 中国的中欧班列齐鲁号 在近期从罗罗斯运回了 50列装满大麦的货列 这篇报道中透露出一股浓浓的酸汇 英国老显然非常羡慕中国 能够有效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据《环球时报》5月16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日前 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文中介绍了中国在本国应对疫情时 依然能够保持在近出口两端的双料增长 在全球范围来看都堪称奇迹 然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 英国媒体却比风一转 突然写道 西方制裁使得罗罗斯产品难以进入西方市场 但中国从罗罗斯的进口持续增长 其中包括由奇鲁号列车 运回山东的50车大卖 这个结尾在这里出现非常突兀 叙述手法看似平淡无奇 其实英国媒体这样写有三个显了目的 第一 英国人特意强调罗罗斯产品 正在受到西方的制裁与禁运 而中国却与德罗斯开展着正常贸易 暗示只有打压和遏制中国贸易 才能彻底摧毁德罗斯经济 第二 全球粮食危机日益严重 就连西方国家超市上的货家 很多都空空如业 然而西方却见不得中国不受影响 那么在疫情与楼乌冲突过去之后 由于中国粮食充足 本身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第三 西方国家最不满意的 就是没有能够借楼乌冲突拉中国下水 进而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现在准备要在全球粮食问题上造势 又一轮指责于谋黑我们的攻势 熊熊欲来 当下世界 粮食已经不够全球77亿人吃了 占据全球小麦出口总量30%的罗罗斯与乌克兰 现在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小麦等粮食作物的出口 罗罗斯甚至连化肥 油料出口也基本暂停了 美国今年遭遇了东小麦减产 法国的小麦收获前景也不乐观 印度禁止小麦出口 塞尔维亚 哈萨克斯坦等国也对谷物出口进行限额配置 这些状况导致全球粮食的市场短缺状况不断叠加 粮食价格不断飙升 全球粮食危机实际上已经爆发了 我们中国与俄罗斯的进口贸易 主要集中在石油 天然气 煤炭 粮食 木材 矿产等资源物产上 我国与俄罗斯的贸易优势 在全球和平时期可能体现得不够充分 也不太引人注意 可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下 原本极低的能源与粮食价格都在蹭蹭地翻倍上涨 而中国却能低价 稳定地从俄罗斯获得各类资源 这当然会令一些西方国家感到极为不满 要出手遏制 比如我们的邻国日本 就已经连续两年指责中国囤积粮食 日本媒体曾旺称 中国现在的粮食储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50%以上 足够中国14亿人吃上一年半载 因此推高了全球粮食价格 我们用手中真金白银的外汇从国际市场上买粮 急不偷也不抢 更不骗 这是在正常不过的国际贸易 什么时候轮到小日本来对我们横家指责 小日本有本事就自己去买 对我们中国鬼哭狼嚎 用心非常邪恶 近期 印度政府下令停止出口小麦 遭到了西方G7集团的轮番上阵批判 大又将印度打造成为另全球粮食 短缺价剧与价格飙升的罪魁祸首 这些西方国家针对完印度之后 下一个必定会对准中国发炮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G7集团外长会议刚刚落幕 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再次对我们发号施令 不仅要求中国支持乌克兰立场 并再次妄图把中国拉近美俄之间的和军控谈判 无论什么时候 这帮西方国家都不忘拿中国说事 我们已经看到 西方国家开始进行舆论引导与造势 准备指责我们囤积过多的粮食 他们无视自己放任本国疫情 拱火无冲突爆发等事实 要谢斯底里 无耻地对中国进行指责与批评 其目的就是要破坏我国的储备粮总量 甚至从中国搞粮食 很明显 西方国家将会借中国存粮过多的假名头 在国际上要求中国拿出存粮 来施舍一些缺粮的小国 这个剧本已经写好了 英国媒体起了一个头 接下来就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粉末登场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 英国媒体描述中国贸易额在疫情期间稳步增长 是对我们的一种称赞 及时加带着无数的私货 及不可告人的显乐用心 暗撒匪帮们赞扬我们某一方面 那么也许很快就将成为攻击我们的舆论重点 据彭博社的报道 国际小麦的价格 今年猛涨40% 大米上涨16% 这是以往罕见的 众所周知 大米和小麦是我们全人类的主食 这本该是亲切到五脏六腑的东西 一旦发生了粮食危机 会让全国渴望而不可及 小麦还有个名字叫期货 在芝加哥期货交易的价格 已经超过了经济危机也就是08年之前的历史价格 也就只有个别分析人士 会看好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前景 认为挨饿的可能性不大 如今多数的专家学者 早早就已经发出了提醒 要注意今年小麦的工序 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如果真到了供应链断裂的那一天 穷国连吃的都没有 很难想象百万人沿街捧碗 在那一般的场景 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今年库存2亿6700万吨粮食 乃6年来最低 全球今年的产量 预计为7.748亿吨 而全球的消耗量 预计在7.875亿吨以上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两点 一是美国今年不会遭遇粮食危机 二是肯定有人会挨饿 而且大概率会是穷国 数据是冰冷的 但数据之外的却很难统计到 例如美国垃圾桶里的汉堡 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浪费 而非洲的一些穷国 连节约的机会都没有 如何解决量价高涨的问题 其实最快捷的方式 便是欧美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从数据来看 俄罗斯占了国际小麦出口的16%以上 乌克兰占了11%以上 而俄罗斯乃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 乌克兰又因为战争 收获面积会减少20%以上 粮农组织数据 远远低于年初的预估 所以俄罗斯的粮食出口 对于国际粮价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货币二字 却在俄罗斯这里行不通 只剩下货 拿不到币 欧盟有币缺粮 却拉不下脸购买 毕竟整天喊着制裁俄罗斯 美国有币有粮 不需要买粮食 更是整天对着俄罗斯放狠话 截止5月15号 巴基斯坦禁止食堂出口 乌克兰禁止粮食出口 印度禁止小麦出口 再又就是前段时间冲上新闻榜单的 印度尼西亚要限制棕榈有出口 这时候问题来了 能出口粮食的国家不出口 而需要进口粮食的国家买不到 据IFPRI的数据 今年已经有23个国家 开始了粮食保护 虽然我们猜不出这后续 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但肯定是恶性反应 而不是粮性 王大了说 粮食是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 王小了说 每个人清晨醒来 都会下意识地去找饭吃 天灾人祸之后 又是多国人为的粮食保护主义 等说是国际粮食价格了 我们身边的粮食价格 都会创下历史新高 G7谴责印度 认为禁止小麦出口是错误的 印度其实也很冤枉 出口虽然抑制了国际粮价 却拉高了他们本国的粮价 德国在粮价这方面的呼声很高 按照他们的说法 乌克兰港口滞留着2500万吨的粮食 大部分都是要出口到非洲和中东穷国 联想到2500万吨粮食 能让多少人吃饱肚子 而今这批粮食滞留在港口 对于这一糟糕场景 德国乃至于欧盟 是否早该想到呢 毕竟价格非常地可不仅仅是粮食 通过以上便科总结出 今年的粮食遭遇了天灾和忍祸 自然冲击 经济受创 地区局势三大因素 都严重影响了粮食安全 随着以往的粮食供应格局被改变甚至是严格 而新的粮食供应格局并未建立 所以粮价高涨成了一种必然 后续极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连锁反应 从个人的感受便可看出 小时候那种四季分明 或者说风调雨顺的年景越来越少 极端恶劣气候却越来越多 对于农民来说 天气是最好的朋友 但也会成为最大的敌人 而且影响粮食价格的不仅有农业 还有被常人所忽视的工业 近些年一直在推进生物能源 所以很多的粮食 用于工业制造 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 本轮全球粮食危机的危险局面 正在进行着积极的准备与应对工作 这就是对我们14亿人民真正的负责 有连在手 心猪不慌 无论未来经历什么危机 填饱肚子的中国人一定都能从容应对 Tala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 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